你這個第一個題目就是有陷阱 你是哪一個報仇的 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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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都不回答 跟匪強嗎這個 中天根本是匪報 你還有臉站在這裡 我替你懺愧 但問題是現在這個 大陸對台灣日益的威脅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跟蔡總統抗中保台有關係 挑釁呢 中天的舉不要站在那裡發問 今天的重點在於是 為什麼他會用 這樣子一個 這個虎入性的字眼 情緒性的字眼 在一個記者會當中 對一個記者這樣子說 所以這才是我們今天會提到的重點 因為我在提問當中 我並沒有講到任何一句 虎入性的話 針對蔡總本人來進行人身攻擊 但他確實用這種 一聽到中天 然後用這種情緒性的話 來攻擊我們 這就是一個大企業家 他應該有的工作嘛 這就是一個企業家 他講話的藝術嘛 那媒體的提問權 媒體的第四權 就應該被這樣踐踏嘛 所以我們才覺得 今天我決定站出來 透過司法來採衛自己的人格 你這個第一個題目就是有陷阱 你是哪個報仇的 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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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都不回答 跟匪強嘛這個 那可是那個 中天你根本是匪報 你還有臉站在這裡 我替你慚愧啊 但問題是現在這個 大陸對台灣日益的威脅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跟蔡總統 抗中保台有關係 挑釁呢 中天呢 其實不要站在這裡 我非常感謝在提問當下 有一個記者 有一個大哥 也是幫我們一起大喊說 現在這邊是一言堂 我非常感謝他 因為這都是一起在捍衛這個新聞自由 他說中間是北台 我想 在中間 北台這兩個 都能夠接受 因為他也不能夠證明 北台 或許的地方是 變成一個北台 所以我們非常的能量 今天的重點在於是 為什麼他會用 這樣子一個 虎入性的字眼 情緒性的字眼 在一個記者會當中 對一個記者這樣說 所以這才是我們 今天會提供的重點 因為我在提問當中 我並沒有講到任何 一句虎入性的話 針對曹總本人 來進行人身攻擊 但他確實用這種 一聽到中天 然後就用這種 情緒性的話 來攻擊我們 這就是一個大企業家 他應該有的工作 這就是一個企業家 他講話的藝術 那媒體的提問權 媒體的第四權 就應該被這樣踐踏 所以我們才覺得 今天我決定站出來 透過司法 來捍衛自己的人格 同時也希望 成為自由的這件事情 是必須要被奉 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